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首先这场球我也没想过自己能赢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 莎莎应该说是现在目前 应该说是女队绝对的核心 所以我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去打 然后可能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更轻松一些 可能打得更释放一些 我看到打到2比2的比较多 我觉得其实能打到2比2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好的局面 因为我以前打可能都0米3,0米4输得很快 所以这次也是希望能把比分咬住 然后更多的能跟莎莎多打几局 然后更多的去感受一下 他们年轻队员的这种质量 然后也是多去抗衡一下 然后我觉得也是随着后面 一点点的去把控这个节奏 然后一点点在 包括后面可能我也有一些运气球 我觉得总体来讲就比较幸运吧 对 这次我觉得本身参加这个比赛 就非常开心 我也是感觉久违的吧 找到以前那种小的时候 去冲击别人那样一个心态 我觉得也更加享受吧 对 然后也希望能够打好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球 我觉得还是一样吧 我觉得曼玉也是目前实力最强的之一 然后相对来讲 我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吧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